Hello 大家好,又是Ivan 来到五仔这个频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我最喜欢喝可乐 不过我通常会选择灵堂 不是灵堂,而是Civil Sugar 现在又说要反式之方有灵 中国处理疫情也要动态清零 我非常喜欢灵字 但如果做生意,没有生意 真的吃灵光蛋就惨了 最近深圳经现了一个零顾客的楼盘 即是没有人去看楼的楼盘 你说是否在山卡楼盘? 当然不是 再说市区、龙华区一个大型住宅 竟然没有人去看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内地看楼? 基本上都要去注册 或者要证明一定的资产才可以 让你去看示范楼 不像香港那样走到街上 大把经纪漏你去看 但他现在连线上线下 都竟然没有人去看 那楼市是否真的惨了? 另外想谈谈最近 中国的门户公众号 叫资本讯条 有一个大标题写 深圳房价开始彩踏 即是什么意思? 即是大幅式下跌 他在谈谈羅湖区、南山区、福田区 都是重灾区 这些地方的二手价格不断下跌 那么夸张? 那会不会是真的? 今天想和大家研究分析 未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订阅、订阅、分享 吴仔和支持小弟的新书 三岁凌八十多不同投资理财 退休的秘笈 如果你计划五年、十年之后 想轻轻松松退休收息 可以参考这本书 或者随时WhatsApp 我问问有什么 退休收息的方法 我都可以给大家参考和意见 多谢大家 最近这几十年、十几二十年 超多香港人都很喜欢去深圳买楼 无论几十万开始也好 买到几百万甚至炒到千万也有 当然,如果你早买的 我听到不少朋友 赚了四、五倍 甚至七、八倍也有 有些是放了 有些都继续收租 听闻最近 深圳的租价价都会下跌 不像香港的租价这么硬正 听闻有些南山区的租盘 之前是说两万多元 现在跌到一万多万二五元 还要等着有没有人租 我首先说这个 听闻这个龙华区 一个很出名的住宅项目 叫做卓越拍役府 卓越集团很大 在内地有很多楼盘推售 基本上福田区 整个商业地区 这些商场都是卓越地产 今次他竟然推出一个盘 有始而来 第一个敢跟大家说 他自己刚刚说 没有人叫他封嘴 他说是零客户的后目 为什么没有客户呢? 之前坦白说 小猫三、四隻 多大找一些代理 多大找一些人去扮顾客 有多少人下单 像香港那样 通常新楼又怎样 当然是找一些代理 一起下单 又说超级几十倍 坦白说 现在超级几十倍都卖不完 最多卖几十间 所以现在他身体最诚实 跟大家说 零客户 这么惨淡 自然供应 令地产市场需求 现在他不是偏远地框 放在农华区 基本上你知道 现在内地各地的政策 一时又松 一时又紧 对吗? 松的时候 又说到 应防不应态 又说到很多套 给大家购买 家人不用名字 都可以买 基本上放得很松 紧的时候 跟他们说 如何限购价 永远都不让你 砍价买的 只是用个参考 听闻最近 深圳每平方尺 少过13万元那些 都说 一定要公开数字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现在这个政策 搞到很多发展商 以为有救 又说如何刺激楼市 推高楼价 谁知道 7月到现在 所有政策出台 似乎又未见到很大成效 成交是多了 刚刚上个月 听闻多了12%的成交 当然我们知道的数字 真的只有这么多 网上说什么 我们照说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透明 没办法 对不对 你想知道更多 他也不会让你知道更多 始终信息也是有限 免得那些人乱说 大家都知道 一直有一个很出名的名字 叫做金九银十 金九银十 就是9月10月 通常都比较旺的季节 一定是想着如何出台 救楼房、救政策 所有东西出台 今次出了什么 不限扣、不限价 应房不应泰等 公职金、公款 似乎影响力微乎其微 出了一个多月 寒冬潮似乎继续 有人统计过 由今年1月到现在10月 11月 总共出现的调控政策 总共935次 真厉害 每个月都起码30多个 放松的政策 收紧的政策 出台 似乎影响不到楼市 成交多了很多 60个大城市 发布认防不认态 之后 没有什么特别的 刺激到楼市 突然起飞 或者成交大量急增 公众号 资本信条 在11月10日凌晨发问 统计了一些最新的数字 令市场很大的震撼 大家马上听一听 现在市场跌了三四成 包括保安中心区 一个花样莲华棍 房价下跌了55% 用高峰时 430万 现在跌到185万 足足跌了五成五 同样在保安区 在金宏海船城 房价也大跌了38% 还有南山科技园 华润城 华润够大了 华润一期房价也跌了34% 华润介日房价也跌了35% 基本上这些地区 由高峰有400多万 最少跌到240万 有些差点跌到180多万 福田区,但香港人最多 在那里过关 一个叫彭胜村的房价 腰斩下跌了51% 由420万 跌到206万 以前你知道 很多香港人最喜欢去东门那边 东门的一品东门雅苑 由高峰330万 跌到150万 跌到55% 连龙华区 梅林关的龙月房 龙月居 都跌了46% 700多万 跌到390万 所以这些数据 一出来,大部分市场吃惊 原本这些通常都没有太多人说 突然间 为何这些公众号 又被人发布这些事情 坦白说 我们都不知真是假 大家又去求证一下 最好去看看楼 但是很多小区的指导价 比指导价低了两成成交 所以那些业主很紧张 你想想 一千万的楼 如果卖到800万 还不怕 对不对 有些业主在公众号里爆料 他说 现在普遍的价 之前小区的价 平均是55.5元 一平方米 如果有些急放的 可能跌到46,000元 一平方米 真的由高峰的时候 跌了四成有多 这也是一个夸张的讯息 基本上 这几年买的那些 例如2019,2020 买的那些 二千多万那些 就不用想了 肯定跌到二千万以下 所以很多人 基本上 比起首期 已经全部 蚕蚀了 所以很多人都怠叹了 深圳一直都是 槓杆率排第一、第二的城市 人们可以买500万的楼 可能给100万首期 或者150万 现在一下子跌下 很多人的首期 变成负资产 首期都没有了 那你想逃老的 就能不能撤资产 是否有人追债 所以之前我都说过 有多少老奈 找一些背债人 去帮忙 真的有很多情况发生 你想快快出货 真的不低价 不斗价 賤卖也不行 但是 这样的浅踏法 真的挺可怕的 自从之前 上个月 政府说要行商轨制 有些保障性住房 包括公租房、廉租房 一些保租房 以及共有产权房 这些同一 让你们方方便便 舒舒服服 简单 用便宜价 就可以买到 基本上令到很多人 说 没有钱 终于有房子 但是当然 这些保障房 就不会让你们 全部拥有所有产权 一定 就只拥有部分 所以 短时间 你不要想着 10年可以卖得出 当然 没那么容易 而且卖出去的时候 也有一定的限制 跟市场上的商品房 就不同了 商品房 虽然现在 整个深圳 有200多万间 但是 现在 没那么容易 让你们卖得出 又在说 很多政策 如何规管 所以 基本上 跟 台湾 或新加坡 那些房屋制度 完全不同 好像新加坡 又说行商轨制 但是他们的商费 就不同 一早 那些房屋 基本上 很多年前 四五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做 当初 就学香港的方法 基本上 那些房屋 全部比市价便宜一半 而且 你可以用强职金 供职金 去供楼 大部分人 舒舒服服 又可以 子女住附近 又可以便宜些 所以 新加坡 八成人 居住在 这些 组屋 真正炒的 只有两成的商品房 基本上 大部分人 都宁愿住 这些 保障性住房 的组屋 所以 他们 起码按据落业 多了钱 使用 社会 经济又进步 多些消费 又可以让他们 买车 买其他东西 投资下 那些人 不用担心 将来 为稳定 招不保值 将来老时 没有屋 其实 他的政策 跟香港 或内地 都很不同 起码 价格 跟市场上 有一定的 挂钩 不对 现在 内地的商鬼制 保障房 永远不能被炒 也不会被你拥有所有产权 商品房 他说到 就知道了 应该都会变成豪賊 所以 完全是两个世界 当然 这刻我说的事情 下个月有没有变化? 又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都很 搬生搬移 大家都很侄外了 现在买房的速度 有些朋友就问 现在内地是否一个泡沫 当然 我们没有实质的数据 始终内地提供的数据不多 但像香港那样 基本上 自从2008年后 很多政策出台 包括BSD 印花税 每人只可以买一间房 第二间就要给双重印花税 或者现在给到7.5% 基本上 所有压力测试 令香港的杠杆能力 都减低了很多 不像以前 1998年 人们给5% 15% 就可以买房 又可以做业主 基本上 拿了整份量 可以供楼 都可以 所以 香港最多 现在的情况 可能最多 好像 1998年 1999年 跌至2003年 又再弹上来 最长的跌浪 也是那4-5年 你都已经跌了2-3年 似乎 我觉得香港 建底的时候 是不是很远 我又觉得还未至于 当然 要看政策 学大伙说 如果政府不再救 是真的难救一些 不过 像加拿大那种 加拿大 1989年 至1996年 整整7年 都是衰退期 总共跌了多少% 那时候总共跌了27% 楼价 你说美国 美国也算是好 2007-2008年 总是跌了 年多两年 跌了20% 有些地区 可能偏远跌 四五成 但也算很快 由2008年 货币量化宽松 令整个美国的楼市 由谷底反弹 但人们 比较容易借到钱 市场 亦是一片旺盛 现在内地会不会像日本 1990年式 衰退10年 20年 迷失 我觉得还未至于 不过 真的要看看 政策的变化 内地 这么多人 经常说 政策没有钱买房 下普龙又要住大些 确实有机会 有可能政策出台想着 一些人 可以趁这个时机 买到楼 各个人人有 屋住 政府又可以控制一大部分 楼宇 又可以收回 国有有有 你说 恒大 是呀 逼鬼远 卖不完 政府又可以 便宜些 价钱又收回 又不用怕他们没有钱 然后又可以卖出去 这个不出奇的 如果这样走下去 确实是 这个伤鬼制 有它的特色之处 一大部分 能否成为 八、九成 都是 保障式住房 也未必 暂时 都是万人魔杖 一步一步 看下去 究竟 可不可以 和大家 葵文道綱 令市场上 人多了钱 多些saving 又投资多些 买多些东西 经济又有一片好转 起码那些 起码又不用降价 降到十多元 起码卖到二十多三十元 一杯 每个人都有钱 去喝starbucks 会否这样 不知道 但起码 他也是出于好意 想着 大家不如有房子住 大家可以便宜地 买到房子 变成了 每个人都 还富于民 香港暂时看不到 都会出现 始终香港的地理位置 人口密度 700多万人 接着有这么小的地方 其实 对于很多小的单位 其实是 供不应求 但深圳不同 深圳比香港大 但人口 又比北京 又比上海 GDP 人差很远 这个区别 是有分别的 所以 基本上 市场上 大小是很不同的 基本上 如果你说 深圳的发展 经济差起来的时候 有机会 令楼市 比较动荡 也不奇怪 始终 深圳 当初火车头 带动整个楼市 楼价上升的最快 有可能 跌的时候 跌得最快 也不奇怪 但这刻 从内地的数据 即中止远公布的数字 最高2020年 平均每平方米 深圳 $87,957 跌至今年年终 $68,000多 基本上 去到2019年的水平 基本上83个深圳 区域 有57个区域 二手房价 都是下跌 占7成 你说 现在这个却月 亦虎 基本上 没什么人看楼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基本上整体萎缩 市场成交下跌 也造就了很多人 觉得现在 现在 其实都未必是一个 那么适合买房的事 大家都是 比较审慎 正所谓 十个牛皮 九个淡 基本上 这些 慘淡牛皮 市场 大家都会觉得市场 向下跌 但是 大家都要 量力而为 我觉得 香港还未至于普通的阶段 至少 租金都抵消到不少回调的压力 但内地 我看见不少租金都是下跌的 很多人都宁愿租不买 大家想清想错 如果在内地投资 何时投资都要小心谨慎 无论投资也好 买债券、股票、亚基金也好 所有东西都要摄取封面 大家要看清看错 希望大家终于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理财修色的东西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拜拜